108會考選擇第10題 數線上有oabc4點 個點位置與個點所表示的數如圖6所示 若數線上有一點珠 用小珠來表示它的數 且珠-5的絕對值會等於珠-c的絕對值 那麼關於珠點的位置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簡單來說這一個題目裡面要找到珠的位置 好那我們先看到絕對值裡面有兩數做減法 這個概念其實是告訴我們 絕對值裡面兩數相減代表的是兩點間的距離 所以說前面代表就是珠點到5的距離 後面的絕對值代表就是珠點到c點的距離 代表的意思將它寫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發現一件事 珠到5珠到c的距離會相等 也就代表說珠點應該是c點和5的終點位置 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它位置會在中間 也就代表說珠點在這裡 才可以使得珠到b以及珠到c距離會相等 那麼珠點的位置我們就找到了 它應該介於o到b之間 所以答案只有珠選項符合 答案選珠 大家觀看 到2個次樓